在艾尔登法环里 有多少人没有去过天空岛 上期我们穿过了恐怖的疑点阵 来到世界树之上 这里的树上挂满了密雪冰城 没错 别看他白白的萌萌哒 但打起人来可不含糊 一个耗火攻击能炸你半管子血 简直丧心病狂 慌慌张张的跑下圣树 我们来到一片荣殿当中 这里的怪物比雪山上的还要恶心 经常躲在一些看不见的角落 然后突然冒出来给你一刀 随随便面一个小怪的 有可能把你砍的半死不活 滴滴撞撞撞来到吊桥前 这里的怪物都已经变成狮子狗了吗 这可是曾经作为首官boss的存在 现在都已经变成蓝露的精英怪了吗 除过狮子狗之外 还有这种长着翅膀的石像鬼 它会在空中突然冒下上 对你一顿打击 所以这里依旧使用夜与火之剑 远程无限输出 毕竟这个剑又叫做bug之剑 伤害真的是太高了 来来来 哎呦我去 这个伤害 不愧是狮子狗啊 沿着圣树一路奔跑 我们来到一片大厅当中 这里呢一看就是会刷boss的地方 这么广阔地上满地鞋 所以呢先招出我们的大哥 果然圣树骑士罗雷塔 这个罗雷塔 我记得之前在魔法学院遇到过他 哇他起了一个大马 拿着法杖 他是一个法师 小心 大哥吸收了所有的伤害 他呢不单单可以进展 还可以使用各种魔法 属于魔法骑士 然后大哥呢已经完全掌控着局势 大哥已经现在把他 对他一顿输出 然后我们两个双兵与火之剑 无限输出 bug般的存在 这个罗雷塔呢 被我们一顿输出之后呢 他开始释放魔法 什么东西呢 好像是某种魔法气流 然后给他的大刀上附魔了 哇好强 但是 就这 大哥永远的神啊 拿上叶与火之剑的大哥 简直太强了 这边获得罗雷塔的战连 以及他的绝招 是一个无限大功吗 哇 是之前罗雷塔大功的加强版 这看起来好爽啊 我去 好的 击败罗雷塔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换了一身新的装备 感觉是不是非常萌萌哒呢 哎 看着脑袋 哇 非常应景啊 我们再次返回王城 因为胜术之下呢 就要遇到女武神了 但是打女武神之前呢 我们还有几个boss需要清理一下 那首先 就是之前在火山关底当中 结过一个入侵的任务 是击杀各种红灵 然后第一个红灵所在位置呢 就在王城的一个峡谷当中 看到没有 这里地上有一滩红色的鲜血 这里并没有敌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鲜血呢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前方有一个地点呢 就可以在这里入侵NPC的世界 要入侵黄昏将近的世界吗 没错 这个事业当中都是曾经的盟友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大事的任务 杀掉曾经的盟友 好 入侵成功 黄昏将近来历前来 我们这里 哇去 它是攻手 上来就给我给了一发 再来 毕竟这里算是火山关底的钳制 敌人还是狠过的 回到火山关底 我们去交一下任务 这里呢 他给我们给了一个非常强力的装备 蛇骨刀 这是一把非常强的态刀 但是法师用不来 然后这边呢 他就会告诉我们真正的事实 五王卡拉德的事情 也就是说大蛇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段他的剧情 哎呦 我感觉这个大蛇还蛮有魄力的 他竟然想反抗黄金树 然后成为一个地下主子 果然 这边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来完成他的任务 然后总有一天呢 他会让我们去见到大蛇 然后呢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加入他这个组织了 但是我们取得的信任不够 所以还需要再返回过去 再去入侵几个曾经的盟友 再去杀几个人 好吧 我们就再次返回到之前骑士的那个位置 从那里呢 应该可以再去接几个任务 对应该在这里 然后他的桌上有一个新的书信 鲜红书信 又是一个击杀任务 然后给贝奈尔的信这边还是一个任务 他每封信呢 都是让我们去杀一个人的 果然这里需要我们击杀白狼战鬼 巴格莱姆 以及离群魔法师 赫维勒 离群魔法师呢 是在王城罗德啊 我这里直接传送过来 果然面前就有俩人 哇 现在是一场R1R 刚叫我们任务那个队友也来了 我去 白狼战鬼也在这里 他们两个人在这 好 我们使用夜余火之剑 队友扛住 这打法应该简单 好 还想走 还想走 要死 好 干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我去白狼战鬼 躲下 躲下 他这把剑看起来不错 夜余火 我去 攻速还蛮快的 拿一个双手大剑 再刺一波 死 唉 都是渣渣 这里每一次 击杀NPC都可以获得他的装备 这边获得了战鬼套装 也算是一个比较帅气的 但是 比起我现在的样式 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红色信封里的 血缘骑士呢 是在雪山山顶 血缘骑士 游诺霍劳斯 这个呢 先给他给两发 这个夜余火之剑 现在这些敌人 对我现在的装备 我们来说就是不要菜了 所以我打他都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骑士好像蛮牛逼的 我去 来 大家都喝个皮 再来 他竟然是鞭子 我觉得 埃尔登法环里面 很少能看到鞭子武器 攻速蛮快的 我们说法师跟他拉开距离 就不跟近战 我去 猎犬不法 可以啊 无限闪避 磕个蓝皮 来 我们俩 互相磕皮 以示尊敬 好 他猎犬不法走开 我去可以 还挺敏捷的 我要死 呃 啊 啊 哇 你大爷的 丢人丢带了 来 逼我放大招 是吧 还闪避吧 还闪避吧 这边击败薛 其实依旧可以获得它的一身装备 以及它这个鞭子 其实我蛮喜欢雪山的入侵任务的 在这里呢 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护甲 这边可惜了 我没有收集到大山羊套 之前有一个支线没有做 蛮可惜 呃 好了 那这里不管怎么说 我们就已经把大蛇任务当中 几个前置都已经全部做完了 之后我们就要去 击杀大蛇 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隐藏boss 好 首先返回火山关笔 找这个 NPC任务发始人 他这里呢 会给我们给一个 格米尔之怒 看起来也不错 然后 这里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就返回火山关笔的大厅 去找这个 大蛇的走狗 然后去让他去借见大蛇 哈喽 我来了 他首先给了一个掠夺浮雕坠式 这是一个挂式吧 应该是 好 他邀请我见到自己的 武王 永别了 我去 果然 这边 他并不怀任何好意 他想把我们献祭给大蛇 好了 这里呢 他就把我们传送到火山关笔的后方 这里一看 有一个聚集点 然后有一个金色的大门 有一个篝火 我们就知道 这里肯定是一场非常巨大的boss战了 所以我们过去看一下 但实际上呢 打大蛇 其实是游戏当中 15个boss当中最为容易的一个 因为呢 这样 我们先招出小地 前方那个九尾大蛇呢 就是boss 这里呢 有一件神器 就在这个尸体上 就是看到没有 可以搜刮一下 把这个大剑呢 拿出来 大蛇狩猎毛 为什么说它是最简单呢 因为这个狩猎呢 对大蛇有一个非常高的加成伤害 这个毛呢 是一次性使用的 就是这一次用完之后呢 以后实际上是蛮弱的 是一把长枪 但是在此之前 就是对阵大蛇呢 有额外的伤害 来 我们就换下之前的夜与火之剑 拿上这个 看起来奇茂乌乌乌羊的长毛 然后喝上灵药 直接对阵大蛇 往前去 视神大蛇 还有九个头 然后先给它给一波 亚兹勒惠星 看下这个伤害 实际上很一般 真的很一般 你看这个伤害 这一波打下来也就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使用这个 乱七八糟的长毛了 直接使用这个大剑 哎呦 我的天哪 不要死 等一下等一下 先喝 先喝血 把他拉开距离 不要用其他乱七八糟的魔法 就用这个长毛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让大哥把仇恨拉起来 毕竟他也是首官boss了 看到没有 直接使用这个长毛的战技就可以了 他呢可以 释放出一招 40米的大长刀 直接捅到蛇的脸上 然后伤害巨高 而且能打出非常高的硬直 直接通就行了 啥都不用管 直接上 哇 这个松的武器好强啊 直接有这把大毛之后 你就这个菜 你就这个渣渣 我去直接秒了 狩猎大蛇 这个技能就有了狩猎大蛇 好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大蛇狠菜呢 怎么可能 这是首官boss 他肯定还有第二阶段 果然 什么东西啊 他身体有奇怪的东西出来了 果然 时尸上有一个人的脸 这才是卡拉德 卡拉德 苏醒了 好恶心 我从嘴里拿出一把剑啊 好帅这把剑 然后地上有好多火 这是大蛇的人形态 卡拉德的事迹我还是蛮喜欢的 作为反抗黄金律法的人 但是这里你必须死 等一下等一下没蓝 这里不管那么多 依旧使用狩猎大蛇的技能 用这个剑 这把剑伤害非常的高 其他不用管他 就直接捅他就行了 40米大扛刀 远距离捅他 让大哥 扛住伤害 再来 直接捅脸 爽 继续捅脸 好爽 所以说为什么这是15个手关boss当中打的最爽的一仗呢 不用管你什么流派 直接拿出这个长毛 无限凸脸就行了 注意不要被秒就行 好爽啊 这场 大机感十足 碰咱脸 咱可下蓝 使用战机是超蓝的 但是不用管那么多 他只要打中 必定能让对方硬直 所以对方无限在硬直 打一下硬直一下 打一下硬直一下 再来 40米大扛刀 大哥呢 扛住他的伤害 继续捅脸 爽 再说 还有 没来了 没来了 再来 出现波你 最后一击 卡拉德大托恩 亵渎君王的追忆 蛇永同不灭 好了 干掉大蛇之后呢 我们手上这把长毛就没什么用了 他实际上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把普通的长毛 看到没有 释放不出任何的战绩 就是刚那个40米的大长刀就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边呢 能稍微 减点装备 然后你会觉得 为什么没有掉任何装备 任何武器呢 因为这个大蛇的任务呢 并没有完成 我们还有 要回到之前的火山关底 去找之前的NPC 算一下账 好 我们回去看一下他什么反应 武王败下阵来 他很难过吗 这里呢 他并没有 显示出自己的暴怒 他有自己的新的打算 他另有打算 他知道他的王室不死之身 然后总有一天会复活 那具体该怎么复活呢 我们一会就知道 好的 我们再次返回 刚刚击杀大蛇的地点 这边看到 大蛇的尸体呢 还在这里荡漾 但是尸体前呢 有一个人趴在这里 就是刚刚火山关底的主人 他在吃大蛇的尸体 武王的身体过于强大 实在是很费力 他想成为永恒的存在 然后想让卡拉德 在他体内再三生 所以这里呢 这么恶心的事情 怎么可能放过他 他还是想在未来 一起来吞噬身体 去死吧 好 这里才算是真正解决大蛇 但是呢 塔尼斯死掉之后 他的骑士会再次出现 没错 就是之前 站在他身旁的那个熔炉骑士 这个 打法和熔炉骑士一样 难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 注意拉开距离 哎呦我去 热火之剑 唯一的缺点就是 攻击硬直太慢了 哎呦我去 等一下 拉开距离 我要死 等等 这个骑士杀了 我就有点 难看了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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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彗星 彗星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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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鱼火 不要紧 不要紧 躲 躲躲躲躲躲躲 躲躲躲 哎呦我去 人家不敢好强啊 我去 你无限进攻 你体力无限吧 你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等一下 你比大蛇还强 根本拉不开距离 还是使用快速的魔法吧 魔法打不出硬直 那只能拉开距离 用剑去砍他 再来 小心 彗星压子技能 这个我走开 哎呦我去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好险 好 塔尼斯的骑士完成 获得熔炉百相之囊猴 这里呢 才算是真正解决了 大蛇任务当中的 所有的一切 然后 看一下 对 在这里呢 也算是 大蛇任务在这里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们之后呢 就可以放心去空倒 决战女武神了 决战女武神之前 我肯定还要把自己的装备 全部升级一下 包括技能重新学一下 毕竟女武神算是游戏当中 最厉害的一个boss嘛 好了 那本期 由小枫带给大家的 艾尔登法魂实况呢 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点赞 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是下期 再会了 嗯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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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